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孫雲喜 今天跟大家分享3分鐘視頻 今天港股好像很帥氣 但你抽回來看 其實是令我想起的詞 叫做也無風雨也無情 大意是什麼呢 沒有什麼事發生過 為什麼這樣說呢 上星期周初就跌了很害怕 很大風雨 但星期五就慘了 整個星期來說 都沒有什麼事幹 沒有什麼事發生過 今天升很多 但用昨天來說 昨天跌了二百多點 一度很空下 跌了幾大風雨 但今天升上去 22183收是升376點 成績615億 兩天合起來看 都好像沒有什麼事發生過 今天上升的主要受什麼股份大動 包括內銀 匯豐 和地產和消費股 幾乎是全線上升的 籃籌股股 令市上升了 究竟今次 呈了之後是繼續呈 還是呈了之後 又下去 又見到風雨 變成也無風雨也無情 其實視乎三個因素的角力 其實最近一直都是 這三個因素 看看哪段時間 哪個影響力大些 令市出現不同的反應 第一是經濟 第二是盈利 第三是央行的貨幣政策 先說盈利 其實近排出的行業績 好像都不錯 在盈利的部分 所謂的底線 其實都比較好的 都是盛預期 當然其中原因 就是大家的預期比較差 盛預期就比較容易 但是看回頭線 所謂的收入方面 其實都是一般的 起碼用美國的例子 標普500指數成分股來說 到這一刻 107間已經公佈業績了 其實當中 是有56間的股份 的收入是順預期的 其實是一般的 這個都算是偏偏的負面 經濟方面 其實都是差差的 其實昨天都提到 中國的數據都一般的 更加大問題的是歐洲 這兩天出的歐洲數據 都是比較差的 例如PMI來說 歐元區的整體PMI 以歐元區的龍頭 經濟體系 德國的PMI 都是比預期差的 今天德國再出的 新鮮二拿數據 就是4月份 IFO企業景氣判斷指數 是104.4 都是比預期差的 其實經濟來說也是差的 不過問題就是 經濟差就 壞事變好事了 令第三個因素 大家反而看重一點 第三個因素 剛才提到 就是央行貨幣政策 看到德國都這麼差 大家現在其實 預期 歐洲央行說 不減不減 最終可能都要減息 預期是5月2日減息 預期支持之下 昨晚歐洲股市已經率先爆上去 然後美國又升 推動了整個外圍向好 今天港股跟著 在三個因素 互相角力之下 究竟香港投資者如何自處呢 我仍然維持近期的看法 都看著兩個位置 行貨的兩個位置 都是下降軌 還未穿 另一方面就是前浪頂 亦未穿 如果穿了 就要特別留意 其實至今 國企情況 國企下降軌 就穿了 不過前浪頂還未穿 所以大家看著這幾個位置 如果大家發現國企和恒指 都先後穿了一個下降軌 特別是恒指 下降軌 接著又穿了前浪頂 前浪頂22,300左右 大家就可能要小心 其實大家 最後是經香港貨幣政策 這些因素 成為大家最重視的一點 這個事可能就會向好 總之未破軌之前 仍然維持近期的看法 仍然是中線 可能繼續整固 直至破海為止 今天的分析大致這麼多 多謝大家